嗨大家 好久没有录vlog了 然后今年的12月 就是Christmas的这一个月 我想录一个vlogmas 就是我看很多博主他们都录vlogmas 但我一直没有录 是因为一般情况12月份都是我的final week 就是最忙的时候 然后我就回国了 然后就很多天都在飞机上 然后需要休息导时差什么都很奇怪 但今年呢 一我不回国因为疫情 然后二我们学校就是放假放的比较久 然后我就比较没有事情做 所以我也打算录一个vlogmas 然后今天是11月30号 我大概是两三天前决定录这个vlogmas 所以从明天开始 hopefully就会有每天一支视频 就很短可能 8到10分钟段一个就是视频 然后我每天都可以剪辑 然后9号之前因为我还有final 所以不一定每天都有 但9号以后应该是每天都会有视频的 开心 这是我第一次决定要做vlogmas 就是一般就很就是很怎么说 很popular的很popular的博主都会做vlogmas 如果他们有时间 比如说我最爱看的somethingshelly 她去年跟前年都有做 然后kelly 因为她有工作 原来她是一周做一支这样 对 但我决定说尝试一下 虽然我不是一个popular的youtuber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玩 能有点事情做 好 那我们之后几天天天见咯 快快拿走 哇 哈喽大家 今天是12月1号 12月1号11点37 然后我现在在写我的final project 因为我所有的final是12月9号结束 我们下一个月就会发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音楽 我现在在一边吃我的早午饭一边在看startup 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韩剧 不是最新 就是最新很火的一个韩剧 对 然后这是我的all times favorite的早午餐 就是香蕉pancake 我一般还会再加一点那个blueberry 但是我们家blueberry 没有很新鲜 我想吃一点苹果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 等我吃完了以后再见 超大一口 哈喽大家 我现在到超市了 现在下雨 然后就是这个路非常非常的不好走 我简直了 但我反正到了 然后我就没办法带这相机进去 因为我手里的东西太多了 车要是钱包手机 还有小的那个购物袋 然后我们就出来再给你们见 我到家了 我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都买了什么好吃的 因为今天我要炖那个牛腱 然后是一根萝卜 我们家这个辣椒没有了 所以一个辣椒 然后是冰糖 还有八角 一包泡面 这个是千两天在老盖家吃的 觉得超好吃 那就是辣椒 牛腱 然后是辣椒 这个辣椒超好吃 然后是豆腐和豆制品 就没啦 我们要做饭了 我超饿 我们今天晚上要吃螃蟹 那个哥哥是我想要好酒的哥哥 而且就是这个牌子的 超棒 我都可以做潘泥 你还有你的grilled cheese 然后炒 卷心菜和杏鲍糊 然后我们的大螃蟹 大螃蟹 哥哥的炒饭 你还撒了脸 挺有衣服感 大螃蟹 吃大螃蟹 饿到了巴尼 那我先吃个大腿腿 就是这就是肺炒 我觉得我没有电话 所以我说我没有电话 就是我没电话 是不是我们再去看什么了 就没了 这就是季节 这个 我说是季节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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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酱 哇好香啊 你是不是都要闻到 不闻到 好香啊 可以稍微开大一点火 然后把菜都放进去 超可爱 每一次我煮千叶豆腐 都会变成这样子 它会烹得超级大 可可爱 给你们看了 哈喽大家 刚刚我不是去 我吃着肉丝吗 然后先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买的什么 我相信要没电了 首先是我的 All times favorite sour的 因为我昨天倒了一个 帕尼尼的锅 所以我还买一个这个 就可以做帕尼尼用 这是一盒鸡蛋 然后我还买了两个 这个冷冻的 这个是我之前吃过 觉得很好吃的 然后这个是我没吃过 想尝试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它新出的 我看超多人推荐 然后就买了一个 一盒牛肉 还有一些调料 这个是日本的 就是寿司的那种 然后这个是 chili flakes 这个是最常最常买的 everything with bagel 然后我顺便推荐 这个是我觉得最好吃的一个 就是那个调料 但它现在没有了 这个 而且这个是零卡 但它不卖了好像 好啦 就这些 我一会收拾一下 然后要开始学习了 现在就10点半了 我还没开始学习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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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晨现在大雪 结果现在太阳出来了 太阳这么大 天气好好 滴下了 雪都快化了 看不到 喜欢这样的天气 在外面风超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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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煮两杯 煮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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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我吃豆腐 不要煮食 我还不给这么多冰 现在这个家有点过分 它就开始给大量的冰 然后少量的 这些别的有的没的 看 我要的无糖的还不错 我今天珍珠太难吃了 我真的想投诉了 你投诉一下 你来珍珠今天太难吃了吧 好吧 是那一颗的问题 我刚刚那一颗完全没有熟 根本就 我点的是 养乐多 加grapefruit juice 无糖 那养乐多里就有糖 你们珍珠不好吃哥哥 好不好吃啊 哈喽各位 我真太生气了 今天我点了功夫茶 我有跟 跟 跟 无数个人讲 今天我点了功夫茶 你们应该看到了 然后结果呢 我喝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 我说这珍珠也太硬了 就完全是生的一样 就真的巨硬 然后呢我就 给他科夫打电话 就跟他说 你这个珍珠 就都没有熟 然后 我是用 Doordash那个app点的 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先回去换 然后就怎么办 怎么解决 他有说你重新 他本来说的是你下次去的时候 他免费给我一杯 但我觉得 就是我下次去 我就老子不去了 因为他真的就是太不好喝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 然后我跟他说 我今天想和你帮我解决 结果他有说 那你再点一杯 然后我们 帮你免费生机成大杯 然后 就大概这么解决 我说那行吧 我又花14岁点了一杯 结果又是特别特别用 就现在在这 就是 哎我就是硬到我真的是 就是 哎我给你们看这个袋子里 有烟火性啊 袋子我给 袋子我给扔了 就是那个珍珠就是里面 完全是生的 我真的是太生气了 特别生气 我决定我有再也不喝奶茶 再也不喝空腹 tea的奶茶 原来我特别喜欢喝空腹 tea 因为我觉得空腹 tea 那家珍珠特别好吃 就是他们家珍珠 可能是泡过糖水的 所以我每一次基本就要 三分糖或者是 无糖 然后那个甜度就刚好 就是 都还OK 结果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有可能是不是因为养落多的某种成分 会让珍珠变成这样 我不知道 因为我哥 我给我哥点的是一杯普通的奶茶 那一杯就完全没有问题 太生气了 然后现在是 现在是 12月22号晚上 7点多 然后我已经 写这个final project写了 算他五个小时 算他四五个小时 我一共只写完两道题 两道小题 好了我要继续写paper了 然后我今天打算 不是paper 写这个code 然后我打算 今天把这一点写完以后 就剪一会儿视频 我可以用我的新电脑剪辑了 开心 是我哥送我的一年一度的礼物 他说一年只有一个code 只能买一样礼物 对 那他就买了一个很大的 然后 可以试一下 这个是我的旧的 就我现在用来写code的 这个 是旧电脑 然后新电脑 无量好远 然后新电脑 是 是最新的那个M1的那一个芯片 据说很好 不是据说就我用了 他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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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